不为的话,建议你先别着急,先来参考一下这八款车型 它们在市场当中,不管是销量,保值率,口碑,都有着很好的表现 首先第一台车,别克昂克威S 现在昂克威已经没有了,主要是昂克威S以及昂克威Plus Plus就不多说,主要说昂克威S 昂克威S在市场当中还是属于一款比较走量的车型 官方指导价20.99万到27.99万时下区间,有八款车型 而且匹配的动力是1.5T涡轮增压发动机,9AP变速箱,48伏轻混 211匹马力,以及2.0T发动机,9AP变速箱,48伏轻混 237匹马力动力总成,它的优惠比较偏大 这款车优惠能够做到4万到5万之间,可选择性比较高 第二台车,北京现代的图胜 图胜这款车在市场当中还是属于较为热销的车型的 同时也有着较高的保值率 它的三年保值率达到59%左右 目前在售的车型有7款,官方制造价 16.18万到20.78万时下区间 不过这款车在目前,优惠方面它并没有这么夸张 大概是在8000到1.1万左右 不过动力方面还都不错 燃油版本车型,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8AT变速箱,200匹马力,253牛米动力总成 综合油耗在7升 第三台车,广汽三菱欧兰德 欧兰德在改款之后确实也是深得很多朋友喜欢 之前老款车型真的显得太low了 欧兰德在市场当中的保值率还是非常高的 它的三年平均保值率达到67%左右 目前全新款的欧兰德已经上市了 上市有7款车型 官方制造价16.98万到22.98万 虽然说相比老款车型在价格方面调整很多 但是在动力配置设计上,它也是新款车型提升更多 全新款的车型可以说采用了铜机当中最强动力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模拟八挡CVT变速箱,215匹马力 并且加入48V轻混系统 省油又经济 第四款车,齐骏 大家都知道老齐骏已经重新生产了 所以说齐骏荣耀已经是不再存在了 毕竟它存在意义已经不大 老齐骏在重新生产之后 确实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认可 不过新款车型还是有一定的小阉割的 目前老齐骏官方指导价是 8.93万到19.2万时下区间 在市场当中,齐骏的保值率还都比较高 它的三年保值率达到66%左右 不过老齐骏有一个热点 就是在动力方面并不是特别出彩 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模拟其量CVT变速箱 151匹马力 以及194牛米的动力总成 量级经济性还不错 综合优化在6.2升 第五台与第六台我们一起说 分别是本田的CRV 以及本田的浩英 其实这两款车型 从本质上来说 它并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本身就是兄弟款车型 除了名字和一些颜值 配置不同之外 基本上其他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在销量上 两者之间也是旗鼓相当 多个月份浩英也是突破了 过万台的销售成绩 跟CRV相类似 上个月浩英总计是 10104台的销售量 跟CRV相差不大 三年保持率达到77%左右 而且全新款的浩英 也将来了 很有可能会在 今年的广州车展上 亮相并上市 第七台与第八台 我们一起说 分别是一气丰天荣放 以及广气丰天威连达 这两款车型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 它们也是一款车型 不过它们在配置的侧重点方面 是不相同的 在销量方面的话 很明显融放会更高一些 不过威蓝达也不弱 威蓝达也是多个月份 超过1万台的销售成绩的 上月是9923台 融放是接近于2万台的销售成绩 两点之间都是属于在市场当中 比较火热的车型 风天可真是赚大了 威蓝达官方指导价 17.18万到22.68万 混动版本车型顶配是24.88万 与风天荣放也是旗鼓相当 在动力方面配置 都是2.0升自吸 加摩里士堂CVT变速箱 以及2.5升的混动版本车型 荣放同样也是如此 如果是预算在17万 去选择合资紧错SUV的话 那么这8款车型 在市场当中的可选择性 是比较偏高的 毕竟他们本身在市场当中的 群众基础 以及市场口币在这里摆着 而且保值率也比较高 日系车型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也面临着省油经济 以及耐用 对吧 如果你的预算到达17万左右 你会选择合资SUV吗 其实国产也都不错